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敢于直见 不怕死呀 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做梁继这个人 官拜大将军 他还有兄弟也是个大官 这两个人就让自己有权有势 是欺压百姓草菅人命贪污腐败 这张刚看不下去了 把他们的事迹全部记录下来 写成一份报告 拿去给皇上 皇上一看 误理他 为什么 因为这个梁继是个外妻 就是皇上的亲戚 皇上不处理 他还去跟梁继说 梁继 这张刚打你小报告 梁继一听 好你个张刚 当个料碑呀 没关系 咱们是骑驴看唱本 走着瞧 到后来 在广陵 有一人叫做张英 揭竿起义 巨胸造反 一下聚集了几万人 朝廷派人来都没有用 连广陵太守都被杀掉 皇帝要派新的人当广陵太守呀 派谁呢 这时候梁继就说了 哎 皇上 你派张刚吧 这人呢挺好的 一定能胜任 这张刚就被命令要去当广陵太守 张刚就想 嘿 梁继 你这是借刀杀人哪 还不能不去 不去就是抗旨不尊 没关系 我去 隔天马上启程 到了广陵 张刚什么事都不做 先请张英吃饭 这张英想 嗯 广陵新的太守要请我吃饭 是不是有什么陷阱了 经过调查之后 没有什么陷阱 张英就赴宴了 这个张刚一见到张英 张刚马上说 我懂你 你们都是因为前任广陵太守 太贪污腐败了 逼不得已才聚众造反的 你们是逼不得已的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呀 你们这几万人打得过朝廷吗 朝廷再派多一点人来 你们照样是死呀 这张英说 哎呀老爷 您真是太懂我们了 我们真的真的是逼不得已呀 可是我们不起兵造反 那也是个死呀 我们就好像不抵鱿鱼一样 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是锅子里面的鱼 只要柴火点燃了 把水煮开了 那就死定了 我们怎么办呢 这张刚说 没关系 这样 你们下一步 归顺朝廷 我帮你们从中周旋 你们就等着昭安就好了 这张英说 行 都听老爷您的 后来 经过张刚从中周旋 朝廷真的把张英等人招安了 张英等人 没死 釜底鱿鱼 就是形容 锅子里面游泳的鱼 比喻极端危险的处境 好了 大话成语到此结束了 大家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